嗨大家好,我是比利王 CSGO自從2013年釋出了Arms&Deals的更新後 在遊戲中首度實裝了武器飾品的機制 從此之後每一種武器都可以有著不同的圖裝外觀以及磨損狀態 而其中更是有著1000種的模板編號 甚至還可以在飾品上貼上各式各樣的華麗貼紙 也多虧了這些機制讓遊戲飾品不再單調 而是由多種不同的變數造就出獨一的存在 而這個系統誕生至今也快要10年的時間了 飾品總數也早已突破了11大關 隨著CS2也即將問世 今天就大家介紹一下這10年來幾個單價最高的飾品吧 而由於片場上的考量 此系列會先分為上下兩集 那我們就開始吧 蝴蝶刀由於動畫多元 再加上切刀石的音效帶感 導致近年來蝴蝶刀成為市場中最受歡迎的刀種 而它的價格也跟著水漲船高 而它的外觀塗裝中最受歡迎的是 都普勒系列的藍寶石 簡單介紹一下 都普勒的這個系列總共有7種不同的外觀 從FACE1到FACE4都有著不同的亮暗藍紫色 另外還有著更為稀有的寶石外觀 紅寶石、藍寶石以及黑珍珠 而最受歡迎的藍寶石蝴蝶刀起價可都至少要50萬台幣 這都普的外觀於2017年3月問世距今也超過整整6年的時間 但藍寶石蝴蝶刀現存也只有不到1100吧 而在今年年中有一把模板為704的藍寶石蝴蝶刀 以高達225000人民幣售出 這比一般的藍寶石都還貴上幾乎一倍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一般的寶石刀上 可能會因為不同的模板的緣故 導致在刀面會有不同的細紋 而這些紋路在遊戲中的光影之下 會顯得刀面有些暗沉 俗稱黑斑 而這售出的天價藍寶石堪稱無黑斑 最無瑕透徹的刀面才會有這驚人的售價 在講這把視頻以前要先跟大家介紹 現在CSGO最貴的系列貼紙 就是在9年前推出的2014卡托維茲錦標賽的major貼紙 身為CSGO第一個釋出的比賽隊伍貼紙 當時遊玩的人數本身就不多 購買貼紙膠囊的數量也相對較少 再加上這9年的時間不斷地被使用 導致2014卡托貼紙的現存數量越來越少 膠囊也被開到所剩無幾 而14卡托貼紙有著大面積的對舞對灰 且變色效果非常好的特點 外加上物以稀為貴 導遊這些貼紙成為了收藏家眼中的珍品 目前最貴的泰坦全息單張可能就要價250萬台幣 且如先前所提到 CSGO是可以在視頻上貼上貼紙的 所以槍上有昂貴造價的貼紙 也會進而影響到整把槍的價格 就像是以黃金打造的Caseo 價值也是會飛天是一樣的道理的 所以後續有許多入榜的飾品 只是貼上了這些貼紙 讓其價格更是高的嚇人 回到主題 黃金藤蔓是本集介紹中最新的造型 是在2021年9月猛潮大行動中釋出的 《新沙漠一季2》的掉落物 有著全身亮晶的槍聲 讓許多喜歡著土豪金的玩家們垂涎三尺 其中這把黃金AK造價最貴的是 是由一位叫Swift玩家所打造的世界第五 第一磨損的紀念品黃金藤蔓 於2022年中旬貼上了4張卡托維茲 Vertus Pro的全息貼紙 但這樣要價可是要14萬台幣呢 且在經過CS2釋出的公測版熱潮後 這把黃金AK因為在新的物理引擎下表現相當亮眼 導致市價屢創新高 目前同磨損的紀念品黃金藤蔓要價約60萬台幣 再搭配上這4連VP卡托貼紙 但把價值粗估約100萬台幣 在2016年的Brothers in Arms的更新中 CSGO首度新增了6種手套外觀 而其中最受歡迎的就是運動員手套 潘朵拉之河 深紫色為主的色調在預覽時看似暗沉 但在遊戲中搭配光影的效果卻鮮豔十足 也是因為潘朵拉的顏色跟藍寶石相當搭配 這雙手套也逐漸成為了收藏家的第一人選 價格也都維持著高檔 由於手套磨水的限制是從0.06到0.8 導致全新出廠的磨損被壓縮到只有0.06到0.07 這個狹小區間 所以潘朵拉手套出了6年的時間 現存全新出廠的磨損也不過只有29雙 最低售價都要在150萬台幣以上 成為了飾品市場中最貴的手套沒有質疑 在先前的影片曾經介紹過 外殼硬化這個圖裝的外觀會隨著模板的不同而有所變化 進而會導致價格有數以千倍的差距 而今天要介紹的是流浪者匕首這個刀種 如果你之前有關注CSGO職業賽場的話 就會知道SIMPO於2021年末開始使用流浪者匕首外殼硬化這把刀 而那把並不是普通的外殼硬化 而是一把模板為577 正面180全藍,背面95%藍的外觀 可說是流浪者匕首中最完美的外殼硬化 當時他用那把刀拿下Bless Premier秋季冠軍後 還在市場掀起了一波燙手刀大漲價 流浪者匕首之所以叫做燙手刀 是因為他有一個隱藏的特殊動畫 就好像燙到手一樣 而SIMPO當時手上所持的是磨損0.08 現存8把中磨損最好的那一把 兩年前的成交價大約是135萬台幣 如今的價格推估大約有400萬台幣左右的價值 瓦肯身為2014年就推出的早期飾品 以運動流線風格且清爽的外觀作為主題配色 讓許多人都視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AK47 而由於槍支是以白色作為基底 導致高磨損所造成的黑色刮痕會更加的明顯 所以在瓦肯這把槍上 好磨損帶來的溢價會更加明顯 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且同時估價最貴的瓦肯 是一把Stat Check 0.0003 極限低磨損 而且槍上還貼著4張卡托14泰坦全息 由於槍的底色跟貼紙的搭配相當吻合 導致這個組合在收藏家之間也是相當熱門的 這把目前能夠找到的成交價是在2021年9月 以約略601萬台幣出售給一位加密貨幣富豪 而現在在三方平台上有在售的 也都是擺著200萬人民幣的展示價格 每個高架飾品背後都有一段自己的故事 而我就用我能力所及的眼界分享給大家 而下一集我們還會繼續介紹更多更稀有更昂貴的飾品 有的是世界唯一的存在 也有那公認CS GO最貴的刀子 那就還請大家期待一下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還不錯的話 還請按讚跟訂閱一起培養演算法 那我是比利王我們下次見 掰掰